好這個部分呢是針對我們剛剛的這個研修潛的調查 首先我們看看各位有沒有使用過一些影像處理的軟體 那麼唉呦那我蠻訝異的 Photoshop用的人還蠻多的耶 有用過表示會的很多嘛 齁對不對 你們好像都很客氣耶 都不敢承認說會 會跟用的很好是有不一樣啦是沒錯啦 但是至早有用過嘛 哈哈哈哈 總是有概念對不對 好 Photoshop這個普及度也蠻高的 好普及度也蠻高的 Elaser的當然就是Adobe系列的 不過Photoshop應該已經是沒有明天了啦 蛤 他已經屬於明天過後的那一種啊 因為他被那個CoreCore之後有沒有 那一家公司併購啦 那併購以後他們家就有影像處理軟體了嘛 所以就用不到他啦 所以被併購以後好幾年都沒有新版本 就表示他逐漸 白白的 當然現在還可以用 那Photoshop其實我們在上個學期我們有 事實上有介紹過 上個學期 好像是上個學期還是上上個學期嗎 我忘記了 上學期嘛 好 那另外呢像 Photoshop Photoshop其實也蠻多人用 我少一個E Photoshop也蠻多人在用的啊 嘿 因為 JIMP啊 那這個Photoshop Instave 這些都是免費的 免費的 所以很顯然大家 通常都對付費的比較有興趣 因為從 呵呵 因為從沒有買的過程裡面得到 會覺得 比較有成就感 呵呵 你有買嗎 我問一下 沒有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電腦裡面有 不小心路上撿到的嗎 對不對 好 那其實事實上說真的 其實營銷處理軟體 算是目前比較成熟的 包括雲端的部分 雲端應用比較成熟 所以其實各位要找到的這種 就是替代這種商業軟體的 這個比例 可以比較多一點 可以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除了在 軟體的部分以外 其實 就是手機現在是不是也很多 對不對 很多人在網 你的手機上也會有 那像美圖秀秀這一類的 它有好幾個IPT 對吧 所以 雖然是大陸的 但是做的也不錯 那 也蠻多人用的 那美拍啊也是類似的 KMAR 360也是常見的 也是蠻常見的 這個 文青相機竟然有人用過 有聽過 還不錯 呵呵 平常不會特別去 就是很少的時候特別去裝一個 現在其實APP大部分就是 也會慢慢的趨勢也會變成什麼 就是大著很大 小的 你會不會特別為了一個小的 然後我就去裝一個 有時候不太會 對不對 比如說有個觀光工廠有 你會不會有 你會不會去裝 不會嘛 對不對 因為手機空間也是有限 所以 這個 給大家看一看 了解一下 那再來 雲端的服務 很顯然大家Google加相簿 用的算是比例蠻高的 它上面有沒有一些修圖的功能 有嗎 只有用過沒看過 其實它有一些修圖功能還不錯耶 你在上面就直接修 而且其實最重要 它跟別的APP也好 或影像處理軟體哪裏最大不同 你的原土沒變 也就是說你今天套用了它的一些 包括剪裁 或者一些效果之後 你的原土是在的喔 所以你可以隨時還原回來 不是說你現在套進去 我下次再去那張土就不見了 原土就不見了 而是你還可以隨時再還原回來 那一般我們的影像處理軟體 萬一你改的 原土就不見了 除非你Copy另外一份嘛 這個是Google加相簿跟別人不一樣的 這個跟它之前有一個軟體叫Picasso 有沒有 相簿管理是一樣的道理 它上面這個算很特別 其他的好像大家都沒有聽過對不對 這個的話是 可以說是網頁借的Photoshop 因為介面跟它一模一樣 當然功能沒那麼多 但是你如果曾經用過Photoshop 進到這個網站 你就會發現 怎麼好熟悉的感覺 好熟悉的感覺 好 那這個Background Burner 這個是去背的啦 OK 然後這個 這麼好用的 沒有人用過 等一下我們會用 你就知道 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 好 所以呢 大概了解大家的一個 使用過的一個經驗跟情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馬上來試看看 喔 吼 好 。 谢谢观看